各位來賓 我們現在又來到 貝德卡馬的條件時間 這邊這個不僅是要來比賽 還是8點子 貝德卡馬 現在又跟我們貝德卡馬的條件時間 目前為止 已經贏了超過五十個非正式率的比賽 不然輸過 我是貝德卡馬 只要跟比賽的人都會 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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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壞胚子 我跟別人一樣都是在這裡混一口飯吃 來參加比賽的人都是有困難的 他們為了不同的理由來參加比賽 我咧也有我自己的苦衷 但是你們知道 他們輸給我是他們的運氣不好 就像如果我輸了也是因為我運氣不好 但是我不會輸的 有人跟我對打的時候咧 他們打開自己對我出拳的時候 他們也會露出自己的破綻 他們在告訴我他們的恐懼感 我可以感覺到他們的情緒變化 因為我可以隨著他們的氣走 因為只要對方一動咧 我就馬上可以看出他們的腦袋瓜裡面 到底在想些什麼東西 我也可以知道咧 他們前輩子跟今生的種種 再講誇張一點 我可以知道一兩秒鐘之後 我一拳出去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就是這樣取勝的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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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會讓你好看 發電機 我叫發電機 大家都這樣叫我 因為我是有史以來最小最快速最具威力的一個打者 所以你們要小心 所以你們要小心了 我所選擇的這種方式叫做五大力的氣化碼 這是以日本柔道為主的一種多元次的系統打法 這其中呢 結合了各種踢法 拳法 拋法 鎖功 騎法 掃法 包羅萬象 這也是我為什麼選擇他的原因 因為我不可能是一個單一打法的人 有一天我在學校便從此開始學習這種武術 我老媽把我送到空手道班 希望我學會如何達到自治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 我已經達到第十級的功力 我跟貝德卡馬打過 那個時候我還很年輕 大概是三四年前吧 我敢說他那個時候比起現在可要厲害得多了 他那個時候是一個很高明的打法 要對付貝德卡馬 我根本不用擔心 到底要運用什麼樣的招式 他都會幫我做決定 因為他的武功是單一系統化 而我的招數卻不是 不僅是這樣 我比他更強更快 我的拳腳也比他重得多 他如果不看看我會出哪些招式的話 一定會後悔 其實貝德卡馬已經知道結果是什麼了 我說過我以前就打過他一次 所以你很清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因為這一次不可能會有人來阻止我 我告訴你吧 你好自為之 這次不可能會有人來阻止我 我還是要阻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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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腳跟蹺下 他們成了阻止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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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 賣相像拼本書一樣 等下了 好像針馬電機 好,故意 叫我站起來了 一個發電機 發電機 雖然說像一日這個發電機一樣 這人體財很讚 不過如果不懂 八德卡馬把它針一下 八德卡馬幾個星期都拍到他 這個發電機 你的比賽進前說八德卡馬 是無路應的腳笑 不過我看起來好像公道病 八德卡馬開始厲害了 沒人拍他的賭 就是啊 八德卡馬幾個星期都叫他 老闆的肚子 一定像人家 八德卡馬幾個星期都比他 騎的時間那麼多 沒有機會是這樣 對啦 八德卡馬開始厲害 八德卡馬馬就像吳迪天津港 他又倒下去了 八德卡馬沒有看 哪有可能 八德卡馬把手腳倒下 馬上就倒下去了 八德卡馬馬上倒下去 八德卡馬馬上倒下去 八德卡馬馬上倒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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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位警察都沒有兩秒鐘在說 也就是說阿姨是怎樣 還沒風雨 在哪裡 又是衛部的攻擊 這個八德卡馬 再次用他腳踢著衛部 發電機的衛部連續被踢了七八一下 有了 慘了 結束了 事實上很清楚 好 好 這八德卡馬馬馬上倒下去了 好 看見這八德卡馬馬馬上倒下去了 沒有人我倒下去了 你剛才有看發電機的嗎 可可屁的頭腳 就是這樣 他都在頭腳爬上爬上的年齡 八德卡馬馬馬上倒下去了很恐怖 他對很多不同的門牌的東西都被研究了 我們剛才這個比賽就看得出來 他對發電機的時候 這教學有很多種 差不多每一次 都用無幾條件 就像這個人打到頭腳 開始成了厲害 我們現在又來看剛才的精采 沒辦法做了什麼 我們想應該不能 Gueman澳賞他 這樣看去過 前方看 Tensor alignment 沒有一位這五十年整個比賽專程的紀錄 好 開始不簡單 我現在越來越上去這個數字 北德卡馬這次的比賽他又勝利了 從這個發電機動在本手這樣 拼來拼去 開始是厲害了 我們現在 進來看這個布萊德跟麥克 要來訪問這個北德卡馬 進來跟他聽說 他是要跟你說的 好 來 你這個人真的好討厭喔 每場比賽都贏 別人跟你也有同感嘛 到底有沒有人能夠擊敗你呢 我也在等待這個人出現啊 那你現在暖身嗎 也可以這麼說啦 他輸啦 我看他的胃被你打壞了 沒錯 也許是肋骨後那邊斷了 好啦 北德卡馬 恭喜你囉 麥克 你有什麼看法 他是格鬥雷台上很有原則的一個打者啊 每一次都以你的表現 不會讓我們失望 真的是很不可思議啊 那你說的對 他的確很厲害 我看他可以做格鬥雷台總冠軍喔 也許嘛 不過呢 他到現在還沒有碰過內容 真正 真正上是魁梧的人耶 噢 他說到第四場的比賽囉 剛才吃 請說我驚喜啦 你知道嗎 這個北德卡馬 開始是厲害的 這個比賽順便很難 嚴責在比賽裡面 才能學到很多東西 北德卡馬 總之我寫幾十八 整個現場 都一直真緊張啦 剛才這個比賽 開始我沒簡單